正在进行点火测试的火箭发动机,名为《红龙一号》,这是一款具有行业颠覆性的百吨级液氧煤油混合循环发动机。 通过全球独有的动力方案和集成技术,这个航天心脏不仅质量轻推力大,成本低,还可重复点火超过20次以上。 紧凑且狭长的身材,可以多机灵活并联,提升火箭的运载效率。 我们就研发出了有四款比较有创新性的核心竞争力的产品,包括我们的小推力的发动机,还有一些自控发动机,包括我们还有一些80吨级的百吨级的发动机,这些发动机对我们来说的话都是我们的核心传统产品。 天回航天的创始团队在航空发动机研发领域已有多年的积累,团队希望能够利用自己对发动机的创新设计, 在成本控制和结构上实现创新突破。 三年前,四五个人的创始团队靠着创新的设计,找到了空天动力研究院,希望借助平台的力量快速将想法落地。 陕西省空天动力研究院从公司的工商注册,然后股权架构的设置,还有公司的运营管理,财务管理,然后给我们提供的很大的帮助和支持。 除了一站式服务,空天动力研究院看准了团队的技术方向,在天使轮就给予了3000万资金支持。 天回航天成长的这三年,就是空天动力研究院在企业创新过程中重点支持的阶段,也被称为企业创新的死亡股。 这个技术还没有形成一个具体的产品,社会的资本还看不懂它,我们提前介入,我们弥补这个项目需要的一些因素, 包括给它持续进行一个早期的科研的投入。 瞄准处于死亡股阶段的研发项目,借助西安当地航空航天高效云集的科研宝库, 空天动力研究院接过科研成果转化的接力棒持续发力。 目前,空天动力研究院以孵化和参控股各类高技术企业和项目53家,产值超过20亿元。